大家好,是這個軍艦軍隊 隨著國歌奏起と炮聲響起 海上閱兵在聖比德堡拉開序幕 紀念海軍成立325周年 打頭陣越國聖母領埔橋的 是白咀R初級反破壞艇 納希莫夫號 這款反破壞艇 裝備有反破壞榴彈發射器 遙控火箭榴彈發射系統 還有MTK-201光電系統 可以偵測各種威脅和異常情況 當中包括可以用紅外線 找出來襲的略海飛行導彈 如果是超音速導彈 偵測範圍達16公里 如果是亞音速導彈 偵測範圍也有8公里 普京這次再重提 俄洛斯在高超音速武器發展領先 裝備舉世無雙 近一年內多次試射高射高超音速導彈的 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護衛艦 這次未有亮相 同級的卡薩托諾夫海軍員稅號 和其他多艘船艦一直在橋前方拋撓停靠 迎接艦艇駛過 後方還有裝備AIP絕氣推進技術的 拉特級攻擊潛艇 克朗斯塔德號 這艘艦計劃明年交付給海軍 克朗斯塔德這個名字 正是聖比德堡科特林島上的港口 獲要出席的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艦艦 就在港口那裡聯同其他俄軍艦艇受閱 包括三艘核動力潛艇和一艘基諾級潛艇 來計其他地方的海軍日閱兵 俄軍單在聖比德堡 就一共動員了五十多艘艦艇 超過四千個官兵 空中也有近五十架軍機飛過 有先電視機就一力健身不到